現代人用毛筆寫字 已經很罕見 但是如果是用兩公尺高的大毛筆寫字 那就更稀奇了 新北市稅捐處淡水分處 邀請到書法家謝瑞黃老師 進行一場氣勢相當驚人的揮豪表演 還現場指導民眾怎麼用毛筆來書寫 對於許多只會打電腦的新興人類來說 覺得相當新奇 隨著疫情解封 許多活動陸續開始舉辦 新北市稅捐處淡水分處 日前就邀請書法名家謝瑞黃老師 來到淡水市民聯合服務中心 進行一場夏日睡不著 漢墨飄香去的活動 由書法老師展現許多獨家收藏的墨寶 有將近兩米長的大毛筆 還有使用漂流木所製作而成的絨膠筆 許多特殊造型 並且還用這些毛筆揮好大字 氣勢磅礡 這個是最新研發的一個大筆 專門用地書寫地書用的 在地下寫地書用的 很難出作 光這個筆毛就蠻貴的 光這個筆毛是蠻貴的 這一種龍筆 金龍筆 這是用漂流木下去做的 這個是我研發的銀中角龍 命名銀中角龍毛筆 是這樣子寫的 你看他收集的毛筆也真是讓我們大開眼界 他看到你覺得哪一個比較讓印象深刻的一個筆 每個都很深刻 那尤其那個漂流木那個龍爪看起來很舒服 很特別 對的很特別 書法家蠻略黃曾經創下千人寫千壽字的金式世界紀錄 更在教育機構教授書法 而他表示這些特殊的毛筆大多都是自己蒐集材料製作而成 希望透過活動分享並且推廣寫書法的好處 對此許多民眾都說第一次看到這麼多不一樣功能造型的毛筆相當有趣 那希望能提升大家除了書法藝術以外呢 還有增加租稅的內涵 那我們地方稅呢有很多 比方說有房屋地價土增 汽稅印花娛樂牌照等多種 那當然在這個活動裡面呢 我們對統一發票的宣導也不也是有的 就是也鼓勵大家運用圓端發票 稅捐出淡水分出表示這一次特別邀請到謝瑞黃老師 他曾經創下大規模輝豪金式世界紀錄 出了現場直筆帶來氣勢磅礡的輝豪表演 也知道參與的民眾實作體驗書法之美 最後還有珠穗小獎堂的有獎珍達 並且送出名家莫寶 現場許多大小朋友都來參加體驗 讓暑假期間也都能夠充滿舒嬅氣質 收穫滿滿 記者許多元一代學采訪報導